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分钟带你看泽天,我是爱你们的小鹿 上一集说到由于苏黎身受重伤,陈长生为其治病并一路护送拿回天山 却没想到一路上遇到了薛河等一代强者 幸好最终在苏黎的指点之下成功击败薛河 但周围依然有实力强大的杀手正暗中蛰伏 周伯还没走多久又遇到了梁红庄 究竟这次对战中,陈长生能否凭借自身的实力一举击败对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集的剧情 面对着梁红庄的挑战,实力大伤的苏黎无法出手 甚至无力用言语来指导陈长生 面对看似毫无破绽的梁红庄,陈长生陷入苦战 由于知道世上不可能有毫无破绽的人 最终陈长生决定搏一搏,以极快的速度向梁红庄挥剑 也恰巧蒙对了对方的弱点所在 此时,梁红庄也开始向长生介绍苏黎的恶行 不仅是他梁家灭门之仇 同时还有杀了众多州人 希望长生能够放弃保护苏黎 而此时,苏黎也表示两人的报恩也应结束 当然长生也不会就此作罢 因此继续迎着梁红庄而去 虽然此次对决中,梁红庄的招式变得越来越快 但依然还是被长生连中期间元气大伤 为了能够让梁红庄心服口服 苏黎开口解释当年灭梁家的原因 原来竟是因为当年梁家冲地时,残害男人这才受到了苏黎的制裁 但年纪幼童无辜,最终还是留下了他以及梁王孙的性命 随后为了耗尽神识的陈长生着想 苏黎将其打云,让他得以好好休息 而另一边,周同二人也正秘密谋划着 如何让哲秀说出陈长生勾结魔族的证词 为此甚至不惜将他关在周狱里施以刑罚 为了能够帮助陈长生弥补先有不足 苏黎特意为他创造了一套新剑法,名为燃剑 虽然剑法只有一招 却由燃天剑的剑势,金屋剑的秘法 外加李山剑最后一招的气势所组成 若其的这一招,每次出招之时都将有放弃一切的决心 从而燃烧真元,达到击败对方的效果 这不,两人还未走多远 苏黎的敌人又找上门来 这次想要苏黎性命的是平日里无恶不作的林平原 面对这样的敌人 长生顺势使出了刚刚学会的燃剑 不仅将挡路小兵尽数击倒 就连林平原在茶打街被他一刀送上了西天 如此实力真真是恐怖如斯 学会燃剑之后的几天内 陈长生屡次完成了多场越境杀 虽然苏黎嘴上还挑长生的刺 但心中也会对眼前这位天赋异禀的上年 拥有相当不错的印象 甚至认为若不是自己已经拥有邱山君 真会将长生当作关门弟子 让人经过多日长途跋涉 分餐露宿 终于接近巡洋城 究竟他们进城的这段路途能否顺利通过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周三腾讯视频 则天记第四集第十二集 小鹿与你不见不散 这里有请不吝点赞 认为若无尽的 小鹿与你不见不得了 尽我